塑膠椅一張一張擺好 工作人員加快腳步準備 因為今晚布袋戲大師黃俊雄 就要南下合體韓國瑜 到林園一演布袋戲 早早就來了 對 今天要站著來做椅子 不然同坐同站不站著 今天如果沒開水是來站穩嗎 對 看準韓國瑜帶來的滿滿人潮 就是前潮 攤販早上十點多 就到現場stand by 警察同樣不敢大意 舞台廣場五千張椅子 坐家站約可容納八千人 廟前六百公尺長的王公路 整條封閉 預計下午三點開始交通管制 這兩天我們很多電話都進來 說是不是我們那個 韓國瑜先生會到現場 因為我們目前看 差不多有一萬人左右 前幾場都滿多人的 已經還沒有到 已經造成很大的轟動 大家都很期待 應該今天晚上會很多人 那是人潮沒有 應該沒有像今天韓國瑜來得多 綠營的人有人要來造勢 你們會想好來看嗎 應該不會吧 高雄就綠色做那麼多了 也是沒有什麼發展 小英六號才來過 韓國瑜馬上來踢館 居民熱烈程度大不同 今晚除了黃俊雄演出實驗文 韓國瑜也加碼 演出西遊記大鬧天宮 是不是真的能像劇情一樣 一舉翻轉原本深綠的林圓 外界格外關注 記者陳生亦李維珍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